剛才我還是要研究一件事情 就是念貴族學校 到底會不會使小朋友 會嗎 不一定耶 因為我覺得今天的來賓 雖然念的是貴族學校 可是感覺都還滿平民的啊 對啊 而且其中真的有一個人 是我完全忘記 他念過那麼貴族的學校 就是我早就忘記這件事了 你跟我想的可能是同一個人 這好像很不禮貌對不對 誰 我們歡迎四位明星好男人 為什麼是吳小平 為什麼 我講的是吳小禎 我覺得你真的沒講 他一定是我 為什麼是我 因為小禎很誇張 他念的是瑞士的學校耶 我在想說 我今天坐小甜甜的位子 一定有不好的事 對 妳有在自己上 聞到他沒留下來的味道嗎 小甜甜妳走開 小禎是真的非常不像 很像流氓學校出來的 很像啊 他恐怕是在座念的 最貴族的一個學校耶 對 妳們那個學校裡面都是 各國皇室跟首富的小孩 我們校長是商人 應該是校長夫人 因為我們校長是入贅的 然後我們校長夫人 他們家是做商人 所以他一直用商人的頭腦 去經營這個學校 等於是畢業證書 畢業紀念冊加目錄是不是 對 然後因為他... 他知道說你這個畢業紀念冊拿回家 一定都是家長看嘛 所以你看打開啊 全部都是這種名牌啦 你看 全部都是名牌的目錄耶 好妙喔 像不像... 像不像08年玩表記的年度 真的嗎 那全部都是名牌目錄啊 就像高級雜誌一樣啊 借看...我真的沒有見識過 因為他都是要給家長看的 所以他裡面 全部都是這種鬼東西 最厲害的背景是什麼 就是他的家庭背景 韓國首富的小孩 就是韓國有三個姐妹 然後他們姐妹聽說 據說在韓國 你只要講出他們的姓氏 大家都知道 而且大家都很怕他們講 然後呢 姓什麼啊 以後我去韓國也可以這樣子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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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三個出門就是 反正沒有一件不是名牌 然後呢 出門就是狗眼看人低這樣 你只要是稍微穿個輕鬆一點呢 他就是完全... 不要...你不要誤會... 韓國人就長那個樣子 沒有 我跟你講 他真的是走一走啊 他這樣... 然後他們走路都這樣 大概這個角度這樣 然後走一走 忽然間你這樣穿個便服經過 他就... 你說會彈開 然後就彈開 我看到那三個了 好閒眼 是不是有他 對 就是他三個 對 他們真的很有氣勢耶 然後他在上面那個 是俄羅斯人 然後那個俄羅斯人 因為俄羅斯的貧富差距也非常大 然後呢 他們家幾乎在我們學校呢 就是俄羅斯人 這次上沒有胡小禎 在裡面的照片 你在下面那邊 對 好悲傷喔 對 就是你知道貧富差距 有... 你看旁邊那是誰啊 那是誰啊 那是誰啊 小禎是...小禎是這一個嘛 對啦 這個是小禎嗎 你故意站在他旁邊啊 我跟你講 我都陪一起好不好 我旁邊那個明明喔 妳忽然變成很... 好漂亮喔 對啊 妳好漂亮喔 妳看我旁邊那個 妳看我真的整個笑不出來 瑞士是大家要花多少錢 瑞士 我們有三個學期 然後一學期要花到二十萬的瑞幣 那我那時候二十萬瑞幣 一比二十嗎 所以大概四十萬台幣 一學期喔 因為二十是四百萬喔 對 四百萬 四百萬 一學期 一學期 然後我們學校有三個學期 quarter quarter制 是不是學技嘛 是不是 一年有三個學期 對...就是三個學技 等於讀完要一千多萬就對了 然後而且呢 我小學念到高中也沒花那麼多錢 而且啊 妳說他收了這麼多錢啊 妳一定以為說他說 一學期四百 什麼文具啊 什麼都是免費 不是 妳要再另外付錢 住宿呢 住宿包括在裡面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樣算下來的話 連生活費加一加 可能要兩千萬 那我們學校有一個俄羅斯人 被留級了五次了吧 可是因為他爸爸是 俄羅斯非常有名的黑社會老大 他直接拿槍進來舉著主人 說妳敢當掉我來試試看 對啊 真的喔 真的 所以大家就不敢惹他們了嗎 他到現在還在幼稚園 大概一學期四萬 你看小禎一學期是我的一百倍耶 真的是 對啊 然後我是... 小禎的學...什麼四年一百倍 小禎的學費可以蓋一所學校了 真的 真的好貴喔 那妳怎麼不問我 以前我們學校有出了什麼名人 妳剛才不是已經講了很多了嗎 沒有...名人喔 就是大家講到的 除了李登輝的孫女之外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日式 劈頭四的約翰蘭農 他讀那個學校 他讀那個學校 對 然後他以前在學校就是鼓手 好酷喔 贏好多喔 這個是冠軍 John Lennon是妳的校友 妳知道名字怎麼發音 羅浩勢 羅浩勢 玫瑰學校是不是 對 它就是玫瑰莊園 你說那個皇室 以前我們學校的那個校長夫人 他們家就是一個很大的皇室 然後這個玫瑰莊園 是他們以前他們家的古堡 然後後來就是 他們很像在念日本漫畫的意思 對啊 然後後來 他們的古堡就是 後來拿來改建成的學校這樣 所以玫瑰莊園的 然後兩個維格的 一個再新的 然後汪建民是... 你們聊... 維格不是也有開高爾夫球課 對...我們有奇馬跟高爾夫球 對 我們自己有一座山頭 對 有一個農場 在哪裡 真的有了不起啊 我們要騎馬場好不好 我們就...我們也有一個馬場 這個就還算滿好玩的啦 就是大開眼界 對 至少去... 可是妳好像 一點都不享受這件事 沒有 我們學校 真的以玩樂為主 像我說我們有三學期 為什麼有三學期 因為中間冬天的時候 學校要搬家 因為妳知道他本身 對 可是他們都很少 在講話的時候落英文 因為就會注意啊 因為我們剛上通告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說 很討厭那種落英文 要不然唱歌很有洋腔那種 所以我們就會注意啊 妳們有刻意看嗎 妳就不知道我們這種台灣 過於學多久 對耶 我想... 我好想聽妳跟余小萍用英文 來在對話 要...妳們哪有不像會講英文 對... 妳的衣服很不錯 謝謝 妳的衣服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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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卡到啊妳 對 應該算了啦 妳們去國外留學室是騙人的吧 沒有 真的有 我們去...我去當蠱褲女啊 那妳去幹嘛 我...真的很認真 小萍 我第一次聽到妳落英文 真的嗎 妳還...還行 還行 沒有 我以前真的是很乖的 這樣跟學校 我會...真的 可以嗎 以前我們為禮啊 就是我爸爸就莫名其妙 我跟我爸都沒有被通知 結果他是家長會長 我們沒有人被通知喔 然後他就變家長會長 然後呢 年度啊 就是我們都會辦一個晚會啊 然後就...他們就會叫他去主持 然後學校辦什麼圓遊會 鬼屋也都會叫他弄這樣 鬼屋加辦會怎麼樣 對啊 叫這種話 製作單位做那個鬼屋啊 我就很怕這種耶 妳知道 我很怕我把... 把女兒送去學校 然後他們逼我主持 學校校慶還是什麼 一定會 而且妳是莫名其妙 沒有變成學校... 那妳要來跟我搭檔喔 我還不知道 我還要跟妳搭檔喔 他們剛剛講說 學校都沒吸煙 不能吸煙對不對 我們學校有兩個吸煙室 吸煙區喔 而且是... 給司機的嗎 給司機用的嗎 沒有 給學生跟老師 妳有看過那種老師跟學生 這個也考得不錯 然後學生又... 那個李莉...那個什麼 推薦還滿...妳幫我寫一下的 不會還可以有提供紅酒之類的吧 紅酒有 而且我們以前學校還有人會躲在後面吸毒 真的 我們學校並不是說 像我們在瑞士妳講這個名字 大家都知道這個學校 但是它是 不是說好像升學率很好啊 或是學生很優秀這樣 並不是說 所以瓜哥會知道這些事嗎 後來才知道 不是說話 如果大家學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